香煎物咸草,用好解释宝 大家好,我是洪秀 农村遍地都是宝 能不能发现呢,就要看你够不够稀稀呢 春天来了,正是杨树发芽的大好时机 那么最近呢,有很多小商贩呢 走街串巷的来收购这个新鲜的杨树芽 据说呀,是卖到七八元一斤 晒干之后呢,价格更昂贵 甚至是几十万斤,都是供不应求 那么,这些商贩到底收购这个杨树芽是干嘛用的呢 今天咱们就一块儿来了解一下,走吧 大家来看一下 塞姆农村呀,有着大片的这个杨树芽 为什么农民朋友呢,喜欢种这个杨树呢 第一,这个杨树的生长速度呢,是非常的快 它呢,大概也就是三五年呢 就可以长树成才,可以拿来售卖了 杨树呢,它不仅可以给农民朋友呢,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而且呢,也是在我们农村啊,不可或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再过个几天的时间呢,这个杨树叶子都要长出来了 绿油油的,特别的美丽养眼 大家都知道,春天呢,是非常适合挖野菜的季节 大家都喜欢出去挖一些野菜,野草之类的 但是呢,这个杨树芽,它也是一种非常美味的食材 上了年纪的人呢,相信都有吃过 现在呢,人民踩着这个杨树芽呢,不是为了吃 而是为了拿来售卖的 它的收购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可观 像这种杨树芽晒干之后呢,可以卖到几十元一斤 这样的鲜品呢,是卖到七八块钱一斤 也是供不应求的 一些不法的黑漆商贩呢 他们把这个杨树芽里面提取出来的物质呢 和咱们使用的风胶呢,是极为相似 然后呢,一次充好,拿来售卖 价格呢,是非常的暴利 所以说呢,这个杨树芽呢 它就会卖到这么高的价格 也是不难理解了 风胶,大家都有吃过吧 它呢,不仅价格昂贵 而且呢,确实有着非常好的养生保健的一个功效 但是呢,恰恰是因为这个风胶的价格是十分的昂贵 也让一小部分的人呢,打起了这些黑心的算盘 他们就是把这个杨树芽里面提取出来的一种物质呢 然后呢,以次充好,制作这个假风胶 所以说呢,大家在购买风胶的时候呢 一定要谨慎又谨慎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